外宇新北市树林区的后村宴遥控飞行场 是全台规模最大的遥控飞机合法场地 去年启用之后呢 就吸引到不少玩家 但也难免会发生飞机坠落的意外 有民众就担心了 说飞机的残骸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可能会污染环境 不过当地的飞行协会就强调了 在可以减回的范围之内 一定会回收飞机 大型遥控飞机在玩家掏空下 帅气升空翱翔天际 或是在空中盘旋 展现精湛飞行技巧 这里是新北市树林区后村宴遥控飞行场 是全台规模最大的合法场地 还有空拍机标准考场 有新北市政府新建 高层遥控航空模型协会负责管理 去年三月启用后 吸引各地同好前来朝圣 不过也难免发生坠机意外 近来就有空拍机玩家排到周边 至少有两架遥控飞机残骸 而由于飞行场靠近大汗西 有民众担心残骸恐怕变成垃圾 污染环境 如果漏油更可能污染水域 但高层协会强调 在可减回的范围内 一定会回收飞机 将可能的污染降到最低 就我们的飞行经营一定都会全力的去把这些飞机都找回来 除了在安全考量之下 像因为最近那边潮丛 夏天那边很多毒蛇 或者是说有那个河水暴涨的时候 才会去放弃搜救 我们通常会派无人机去上空看飞机掉落的地点 并且公告到平台上 新北市高滩处表示将督导当地两大飞行协会确实维护环境 以消弭民众疑虑 记得必须新闻新闻报道